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将在7月1号起到8月31号开放线上申请 今年特别将租屋补贴经费从原本的57亿元增加到300亿元 呼吁有需求且符合条件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它的标准把它放宽 也就是你这个一个家庭里面 你要租房子这个人口数平均下来 你的收入是在42,690元以下的 你就有资格 那租金的补贴的这个标准跟以前一样 最少2400块最多到5000块每个月 那这一次在加码的部分 最主要的加码的是在 你如果是出入社会35岁以下的青年 及社会弱势加码1.2倍 那第二个是两年内新婚的家庭加码1.3倍 第三个是经济弱势的家庭加码1.4倍 第四个是运有未成年子女和胎儿的家庭 一个人1.4倍 两个人1.6倍 三个人1.8倍 也就是每多生一个就多0.2倍 这是我们这一次特别中央扩大的这个标准 那只要你符合这个标准的话 就欢迎大家线上直接申请 向中央来申请 新户采线上申请不方便或无法以网络申请的租屋民众 则可以下载纸本申请书 邮寄至内政部营建署办理 新竹县政府特别指出 针对县内若是租屋民众 将会请乡镇室工作积极显著请乡亲不用担心 因为这一次是属于线上申请 等于是说在我们新竹县内 这些所谓的中低收入户 或者是在数位落差的地方 可能有些民众会比较不清楚 所以说这部分我们会透过 民政还有社会设政系统 来透过村里干事 来通知辖区内这些所谓的中低收入户 或者是符合资格条件的部分 他可以来做线上申请 那如果他不会申请 他可以到乡镇市公所来做洽询 甚至也可以到我们县政府 还有乡镇市公所 线上直接帮他来做一个申请 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数位落差的一个部分 民众使用营建署线上申请系统 填写基本资料上传相关必要文件 经确认后送出就完成申请作业 线上申请合格户还有机会抽好力 未来将由中央进行拨款作业 请民众务必要留意相关讯息 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导